人老了 实际上是心里在老 身体还没老 人的心已经开始老了 孔子说 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实际上就是说明 你只要心中没有老的概念 那么你就不会老 我们在人间 有的人虽然看上去很年轻 但是心里衰退 就觉得自己很老了 而有些年纪大的人 虽然年寿已高 但是他天天精力旺盛 精神饱满 老当益壮 他没有觉得自己很老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最重要的就是一种心态 如果你看穿了这个世界的一切 你可以拥抱你的青春 因为你知道这个一切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给别人就给别人 没有就没有了 失去就失去了 又能把我怎么样 我今天还能好好地活着 我就是感恩 我今天还能让自己 痛痛快快地 在救度众生念经 还拥有自己的身体和五官 那就是一种幸福 所以很多人能够保持心态不老 心态好 虽然他年纪大 外表看来白发苍苍 但是他的眼睛当中 散发出光彩 脸上有笑容 对人处事积极向上 这就是佛经当中经常讲的 无受者相啊 感谢观看